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家好,我是NBOYING 现在我们在全桌食室这边 这边有一对夫妻专门做地瓜点心的 而且颜值非常高 我们一起去看看是什么样子吧 走 这是地瓜吗? 是啊 这地瓜怎么种黄啊 地瓜是红青的嘛 这个是菜吧? 有肉啊 有肉啊 有肉的菜啊 这买去当点心吃吗? 可以啊 我都拿起饭哟 这是实施的特色啊? 是啊 你做这个应该很久了 20年了 我20岁在这里面做了 今天会做多少斤? 每天差不多一个青刀割 没有法子比较多 现在一个卖多少斤? 我看两斤 都要一个粽叶建筑啊? 要,就这么多了 现在蒸下蒸多久? 蒸5分钟都可以 可以照土地来做这个 哪个那么辛苦谁来做? 这个是神手工的 有些人吃不得苦,做不下来这个 这个叫地瓜包 我们看一下吧 哇,好好看 你看,黄色的 它这个等下冷掉会变得 颜色更暗沉一点 而且有点像那个金包银 但是颜色不一样 包的馅料不一样 皮也是不一样的 我来试吃一下 好有韧劲啊 里面包的胡萝卜啊,白菜啊 菜还是包挺多的 挺入味的 哇,这皮太劲道了 这里面馅料加了葱萝油下去 很鲜 很鲜 是一对重庆的小乌鸡 在那边做了20年的 以前是当学徒 以前老板不做它 接过来做的 蠻好吃的 就是太容易饱了这个 它这一个两块钱 里面的馅料包的非常多 而且很入味 主要是以白菜,胡萝卜为主 然后加了葱油很鲜 很入味 它这个皮呢 是用我们新地瓜做的 而且非常有韧性感 可以拉很长的感觉 它家还有紫薯的 紫薯比较少做 只有人家定做才做的 因为它说紫薯比较贵 它这边本地主要用来拜拜使用的 我觉得还蛮好吃 用来做点心非常不错 大家喜欢可以来试吃一下 那我们这期视频分享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帮我点赞给帮助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